记忆体厂华邦店今天举行法说会 虽然第二季的获利年减将近八成 但是看好下半年快速回温 特别是在日韩贸易战对于半导体材料的限制 以及主要对手减产之下 对于台湾厂商来说有相当的机会 华邦店总经理詹东毅更强调 作为可信赖的供应商 7月份开始看来是产能全满 外资也出具报告点赞 调升了目标价 让华邦店法说会前的股价 就到涨了4.86% 收在19.4元 这两个大的事件 对台湾厂商尤其像华邦一样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正面的机会 中美日韩战不停台湾厂商抓稳机会 国内低润厂华邦店举办法说会 走过第一季供过于求的谷底 除了第二季试况快速回温 主要对手南韩三星以及SK海力士 也因为半导体材料因素减产 让华邦店总经理战斗艺看好 下半年营运天柴火 当我一个制程release to mass production之后 基本上材料是不行换的 一换的话我们通常是有非常严谨的过程 做为一个新的supplier 新的材料supplier 我们通常要去qualify它是要 一是好几个月确定之后 而且不是投一个老是可能投个 连续三个月投下去都没问题 才会换材料 所以这个事件是不会很快 就可以让你换supplier 因贸易战转进来的单不会轻易跑掉 会这么有自信 因为传出日本还将对南韩 寄出第二波管制令 把南韩从可以享受出口 优惠措施的白色国家名单中剔除 到时候南韩厂商 就连在中国或东南亚的生产基地 也将难以和日本购买材料 但整体市场需求 没有降低的状况之下 转单效应必然发生 因此即使华邦店第二季 净利仅为新台币4.621元 EPS0.12元 计增11% 年减是高达了78% 但是外资仍然出具畅夺报告 摩根史丹利更将评级上升为加码 目标价从17.5元调高到22.5元 也激励法售汇前股价大涨4.86% 收在19.4元 有多少生意我就投多少骗 我们开始跟一般的MAMI公司非常不一样了 我从我四五六月三个月连续看到的 收到的订单情况之下 尤其到下半年订单的需求 我必须要开始恢复全额产能生产 不然我下半年的客户需求 没办法满足 或者说会让我的库存掏空 7月份 开始全产能投 而华邦电子公司唯控制器MCU厂新唐 也同时召开发说会 上半年每股获利1.03元 第二季起在大陆客户的回笼之下 已经明显出现回温 后续看好大陆市场持续增加标案 后续更通过了8000万股的增资案 要加速技术研发 抓紧贸易战带来的机会 记得朱三明凯 开报导